那么这是这么一个事物的概念 这是这么一个事物的概念 那么上面呢 我们要给大家演示的呢 要给大家说的 是我们这个关于订单并发的一个控制 订单并发的一个控制 就是关于我们这个订单并发的一个控制 那么这部分呢 就涉及到我们呢 要给大家讲的这样一个概念 先给大家画一个图 那你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一个用户呢 他要买一个商品对吧 一个用户啊 假如说这个用户要买一个商品 那么买谁呢 就买我们这个鸡腿啊 假如说鸡腿的库存呢 是1鸡腿 那么他的库存呢 现在是1 Stock的意义啊 假如说现在用户1 他的购物车里面呢 加入了一个鸡腿 然后呢 他要来买 这里面呢 是我们的这个用户1 好 他要来买这个鸡腿啊 好 那么用户1要买这个鸡腿的时候呢 里面按照我们的这个订单的处理流程呢 就有这么一个过程 对吧 首先我们需要呢 去向我们的这个 向啊 向我们的这个DFO的音放表中呢 去添加一条信息啊 添加一条记录 好 添加一条记录之后呢 然后下面要做的呢 就是哎 去查询这个鸡腿的一个信息 哎 查询完鸡腿的信息啊 就在这里面 需要呢 去查询这个鸡腿商品的信息 对吧 他的查询啊 SQ ID的时期啊 等于时期 哎 这样的一个商品的信息 好 然后呢 查询完商品信息之后呢 紧接着啊 我们在往订单商品表里面 加数据之前 我们要进行库存的一个判断的吧 哎 进行库存的判断啊 进行库存的判断 好 如果库存判断没有问题 下面呢 往我们的DFO的故事里面呢 添加记录啊 哎 向我们的DFO故事 Info中 DFO的啊 DFO的哎 故事中添加记录 哎 故事中啊 那么添加记录 好 那么 添加完记录之后呢 紧接着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商品库存的一个更新 对吧 哎 商品库存的更新啊 商品库存的更新 好 这是他啊 商品库存更新 然后关于这个商品库存更新呢 哎 我们呢 就在这里面 比如说 假如说这个用户他自己买的话 首先买这样一个 库存量还有一 对吧 他要买一个 这里面呢 插入记录 添加记录之后 哎 查询他的信息 哎 一看呢 库存为一 那某用户要买一个 哎 一看库存是够的 我就下面呢 往他里面加一条信息 最终我是不是把他的库存要更新为零 对吧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人买的情况 但是 在他买的同时呢 又来了一个人呢 也去买了这个 鸡腿啊 他俩几乎是这个同时 买的啊 好 那么假如说这个用户二 他也去买 那么这样的话 你首先你要知道啊 一个请求过来之后 那么服务器呢 针对你这个用户 他要对你 他要给你呢 进行一个处理 他处理的时候呢 他就在这边给你开了一个进程 或者是 现场啊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 写了一个进程啊 比如说你用户过来对吧 我给你开了一个进程 在这个进程里面呢 执行这个 生成订单的函数 对吧 他是为这个用户一来服务的 假如说你用户二 你也过来了 我又给你开了一个进程 好 这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进程二 那么这进程二呢 他也执行这个函数 他是为我们这个用户二来服务的啊 那进程一和进程二有没有关系 对吧 他是没有关系的啊 他是两个并发的东西啊 并发的东西 只不过两个进程里面呢都会去执行这段代码 那么这时候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啊 我们说对于这个多进程还有多线程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电脑呢 他掉这个 他掉哪一个进程哪一个 这个进程呢是随机的啊 哎 他比如说他掉一段他之后 他是不是可能会掉他 对吧 所以呢 在这里面就可能出现这一种情况啊 你比如说 假如说我们的电脑先去掉的这个进程一 然后呢执行他里面的代码 对吧 执行之后呢 在这里面 哎 在这里面啊 就是执行添加记录也添加了 然后呢查询商品信息也查了 然后呢判断这个库存呢 也判断了 他一判断 本来他俩每一个人都买一件 对吧 你这样一查商品为一 所以呢判断库存是不是可以的 好 执行到这里面 假如说可以了 假如说我们说执行到这个位置之后啊 执行到这个位置之后 哎 那么现在呢 我们的电脑呢 他呢 切换这个进程了 对吧 他去掉了这个用户二 在用户二里面呢 他也执行了这几句 那么他加一条记录之后 点击这里面的查询 你查查出来了库存是几 哎 是不是还是一判断库存 是不是也是够的 对吧 好 那么假如说用户二的进程的这个代码呢 也执行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CPU呢 再次进行了一个 哎 切换 再次去掉进程一 那么下面呢 紧接着 哎 是把它呢 把这条记录呢 给它加进去 对吧 加进去之后 最终我更新这个商品的库存 更新的时候就是 一减一等一 零 哎 最终更新 把这个库存更新为零了 对吧 好 你更新成功之后 那我的这个CPU呢 继续切换去掉用我们这个 进程二 它是不是还是应该往下走 它的库存 是不是已经判断完了 哎 碰到完了 它往里面加一条记录 然后呢 进行更新 把一减一 然后呢 也给它更新为零 哎 所以呢 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啊 本来对吧 只有一个鸡腿 结果你卖出了两费啊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订单 这个并发处理的问题啊 你注意啊 这样的一个并发问题呢 在一般的吧 你比如说用户不是同时买的时候 它呢 基本它是不会发生的啊 什么时候 就是大量用户同时去买一个商品的时候啊 大家同时点的吧 就我们所说这个秒杀 哎 同时点的时候呢 你如果不做处理的话 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 你本来一件商品 结果你卖出了很多件 对吧 哎 你比如说这个 哪个网站搞这个活动 对吧 这个iPhone 一块钱一个啊 大家同时点 如果没有做这个处理 你一下卖出了几百个 对吧 哎 这个 所以呢 这是我们这个订单并发的问题啊 我们在这里呢 就需要呢 去做一个相应的处理啊 相应的处理